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主题是道教的二十八星秀的吉凶 还有它的功能 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第三段 二十八秀 七要 还有星期的吉凶 我们在前面五次的一个直播当中 这个首播当中 我们跟大家分享过东方青龙七秀的吉凶 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西方白府七秀的吉凶 以及南方朱雀七秀的吉凶 以及北方玄武七秀的吉凶 这个代理人里头就是要把这些吉凶 把它做个总结 所以我们标准是二十八秀 七要 还有星期的吉凶 当然道教的这个吉凶 在这里头 中必主要是按照这个增补玉甲记 那玉甲记是个非常神奇的书 这个书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 这到底是什么书 那根据增补玉甲记的一个记载 的一个吉凶的一个记载 所以我们做了这个 做个整理 所以我们这个标题呢 就是叫做二十八秀 七要 还有星期的吉凶 我们知道呢 在二十八秀当中的七要 七要就是所谓的日月 还有金木水果土 那过去呢 我们再有七要日 这张图里头我们可以看到 七要日里头包括木要日 木要日就是所谓的睡星当值 然后这次呢 在现在讲我们叫星期四 金要日 金要日所谓的太白星当值 我们现在叫星期五 土要日 正星当值 就是所谓的星期六 日要日呢 就太阳当值 所以叫星期日 月要日呢 是月亮当值 在现在是所谓星期一 然后呢 这个火要日 盈祸 盈祸就火星嘛 盈祸星当值 就是所谓的星期二 这个水要日 晨星当值 晨星呢 就是水星嘛 所以呢 它是星期三 我们总结在在十二地支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深子晨 深子晨 然后这个第二行间 这个宜有丑 这个室有丑 那第三段呢 叫做银武虚 那第四 再来就是所谓的亥毛 亥毛卫 在这一天里面 他的这个指日神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木曜日 木曜日当值的时候呢 碎星当值的时候呢 这星期四 星期四当中 如果是癸木狼当值 那这是凶 如果是躲木屑当值 这一天是急 如果是脚木脚当值也是急 这个锦木漢当值也是急 所以星期四当中呢 在二十八天当中 有三天呢 是急的 有一天呢 是凶的 金曜日就太白星当值的时候 这时候是礼拜五 礼拜五的时候 如果鬼金羊当值 这一天是凶 如果是老金狗当值 这个日子是急 如果是牛金牛当值 这个是凶 这个抗金龙当值是个凶 所以星期五当中呢 这个四药 四科 四科这个鬼金羊 还有老金狗 牛金牛 还有抗金龙 这四修当值当中呢 只有一个 老金狗当值是急日 其他呢 都是凶日 然后星期六呢 就土药日 振兴当值 振兴当值当中呢 如果底土落 这个凶 这个流土章 也是凶 卫土治 这个急 泥土糊 这是凶 这个日药日 太阳当值 就是所谓的星期日当值 如果是虚目鼠 这是凶日 如果是黄日兔 当值 这是急日 如果是星日马 当值是凶 这个卯日鸡 当值是凶 所以是急多凶少 星期一当呢 星期月药日 月药日是月亮当值 如果毕业物是急 这个为日宴 为月宴当值是凶 这个星月虎当值也是凶 这个张业路当值就是急 另外呢 火药日就是淫火星当值 这个我们讲 现在讲星期二 如果一火蛇当值是凶 如果是这个嘴火火当值也是凶 如果是四火珠当值是急 如果是围火虎当值也是急 那另外呢 这个星期三呢 是水药日 水药日呢 当值的星叫成星 成星如果是避水豹当值就急 如果是整水瘾当值也是急 如果是山水瘾当值也是急 如果是避水瘾当值也是急 所以二十八星就当值当中 大概有一半是急日 有一半是凶日 所以以前我们讲的 黄道急日 黄道急日 因为这些星辰都是黄道面上的 在黄道系统上 天上的星星 所以我们常常黄道急日 黄道急日大概有一半是急日 另外有一半是凶日 所以我们黄道急日 那如果凶日 我们就黑道凶日 这是我们可以之前 在一间小字典当中 曾经跟大家分享 就二十八星秀而言 每一个星秀都有自己的特性 有自己的属性 有自己的七药属性 也有自己所谓吉祥动物的代表 但是这个七药也好 或者是说动物性代表也好 七药我们大概知道 目前我们所知的 大概是唐朝以后才出现 因为我们知道在三国时代以后 一直到南北朝时代以后 中国人开始可以分辨出 黄道跟次道的七肥 所以到了唐朝的时代 唐朝时代 他们就开始能够非常明确的标出 黄道星座当中的 这个二十八星秀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有 这个自己的属性 到了宋朝以后 慢慢的就有二十八种动物 在二十八种动物当中 有些是确实有这种动物 有些是传说中的动物 有些是古老的动物 我们可以看到 这也许是华夏民族当中 对自然万物的一种信仰 同时也是天文观测的一种手段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不得不配合古人的这个智慧 但是因为属于道教的书籍 我们常常搞不清楚究竟是谁写的 我们常常搞不清楚究竟是谁写的 包括在这里头讲的一甲记 究竟是谁写的没有人知道 但是他们会说这是谁写的 就是所谓谁写的 所以一甲记根据一般的说法 说是东晋时代的道士 在许训真人所写的 但是因为一甲记这本书 其实不是东晋时代出现 是后来宋朝明朝之后才出现 所以一般来讲 玉甲记的这个记载 很可能是宋朝以后才有的这本书 而且玉甲记有一再增补一再增补 到明朝之后还要记增补 所以这个玉甲记究竟是怎么来的 也没有人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在划分天空的区别之上 二十八星宿跟四象跟三远的起源 可以说是非常早 在战国时代 在这个夏朝的时候 人们已经能够划分出 所谓天象当中的四象的天象 然后甚至可以辨识出 支离星跟这个千流星 而且可以辨识出一般 在礼记、在上书、在左树春秋里面 就有局部的二十四星宿的记载 二十八星宿的记载 二十八星宿完整的记载 一直到这个礼制春秋的时候 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特别是在这个史记天官书以后 史记天官书以后 他把这个原本的碎星、太白星、正星 银获星、陈星 司马迁把这几个星 把它划分成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 所以我们知道 到了吕氏春秋、吕布韦的时代 以及到了司马迁写史记的时代 这个二十八星宿 大概都已经名字、名称固定下来了 但是名称固定下来 它的星星究竟在哪里 也是差不多 但是我们仔细对照 发现一直到了三国时代以后 这个二十八星宿的星星的实际的位置 一直在变动 为什么 因为一直到三国时代 雨洗出现之后 中国人才能够辨识出黄道跟赤道的区别 所以在雨洗出现 穗差理论之前 其实华夏民族是哪里辨识出赤道跟黄道的区别 但是雨洗的出现 包括祖冲之 还有包括宋朝的大仲们出现了 特别是这些大仲们 有些数据非常强 天仲非常强 所以他们就慢慢的辨识出 二十八星宿所在的位置 但因为中国人有一个观念 就是所谓天人感令 或是天人合一这种思想 所以慢慢的道教的渗入之后 慢慢就加以神格化 一直到明朝 明朝因为小说盛行 包括明朝的四大名著 包括水浒传 包括红楼梦 或者是包括西渔记 像这些 都会有一些新转世的记载 所以我们相信 这样的一个体系 一直到明朝之后 才慢慢成熟 所以我们知道 在七要出现之前 中国人先出现一个叫七证 的一个说法 那当时七证的说法 七证的说法 在书经里面就曾经记载过 所谓的七证 有人相信 这个七证 七证 它是出自于 这个书经的一个谣点 在谣点里面 谣点跟顺点 记载了一句话 它说 玄机运衡以其七证 但是玄机运衡 它只只有写了这九个字 但这九个字 当时就有什么意思 没有人知道 一直到桌笔算经出现之后 桌笔算经 它说 这个北极玄机四语 所以有人就相信 这个玄机运衡 可能是指北斗七星 北斗七星 也就是所谓的北辰 到了史记天官书的时候 它正式把北斗七星 把它记载下来 这时候 在玄机异衡 以其七证 这个七证 就指北斗七星 这七颗仙星 水朝的时候 一个风水大士 名叫萧吉 萧吉写了一个五行大义 中披义 曾经在很早以前 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萧吉这个人 还有他所写的五行大义 他在解释七证 他解释七证说 玄相之端正天之度 王者养之以为自正 故为自正 七者数有七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七证的解释 从这个书经开始 一直到史记 一直到后汉书 一直到萧吉所写的五行大义 这个七证 他的意思 大致来讲有三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就指日月 还有金木水火土 五大行星 这也是所谓的七要 这是第一种解释 第二种解释呢 第二种解释呢 就是指这个 这第一种解释当中 指这个星经 因为在西晋时代 曾经出的一个古文上书 但是西晋时代 这个古文上书呢 跟这个汉朝古文上书不大一样 西晋时代古文上书呢 当时标注的写的人 名字叫孔安国 但是孔安国是西安的大乳 但是后来有人认为 这不是孔安国写 只是假托孔安国所写的 所写的这个古文上书 所以一般人就把这个 标注孔安国所写的古文上书呢 就把它叫做维古文经 维古文上书 或者是叫维孔经 这个维孔经里头呢 他讲的七证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维古文经 维古文上书 或者是维孔经这本书 他是西晋时代的作品 所以在西晋时代作品 他讲说七证日夜五星各异证 这第一种说法 所以第一种说法 他解释这个七证 就是所谓的七要 包括日月 包括金木水波土 第二种说法 所谓的七证是指什么呢 是指天地人 加上了这个春夏秋冬 天地人呢 就加上春夏秋冬 所以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七证 这是根据什么 根据上书大传 我们之前曾经跟大家分享 上书大传的出现 大概是在西汉初年 所以他说春秋了 七证者为春秋夏冬 天文地理还有人道 也就是所谓包括天地人 还有包括春夏秋冬 这样叫做七证 这是第二种解释 第三种解释 七证就是所谓北斗七证 北斗七证 北斗七证是根据史记的记载 他说北斗七证 以七证主日月五星 说为之七证 根据司马真所写的史记所隐 他以东汉的大学者马荣 所写的注释 他说七证者北斗七证 各有其主 第一约主日法天 第二约主月法地 第三约命火为迎后也 第四约煞土为田兴 第五约滑水为成兴 所谓金木随火土将日夜为之七证 所以一般来讲 七证究竟是指什么呢 一般来讲最通行的说法 七证就是所谓的七要 也就是包括碎星 包括营火星 包括正星 正星就是土星 包括太白星 太白星就是金星 还有包括成星 成星就是水星 包括这五颗星星 还有会冻的太阳 还有会冻的月亮 这样所谓的七要 到了东汉时代 七证之后出现七要一词 这个七要根据霍汉书的历历书的记载 有一个天文学家 这个天文学家叫刘虹 刘虹这个人呢 我们现在很少人听到 但是一定有人听过算盘 算盘叫刘虹发明了 刘虹是个天文学家 也是个算学家 根据刘虹的一篇上书皇帝的记录 他说七要之起始因流出 所以刘虹他也写下了七要素 还有前向力八岩素等等 所以因为刘虹的关系呢 使得这个七要这个词 在东汉时代正式出现 在三国时代的一个广亚四天 他说了七要行道 七要行道 在唐太宗时代一个国子监的博士 名叫杨世勋 杨世勋在解释春秋古梁传书的时候 他解释七要 他为之七要 日夜五星 接照天下 故为之要 所以我们知道七要呢 从东汉时代出现之后呢 一直到了唐朝 这个七要呢 就取代了七正 变成日月 金木水火土的一个代表作 那两近以后呢 阴阳家又赋予七要一些神奇的处性 就所谓的二十八星宿 二十八星宿的一个周期 所以在这里面出现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许真君御夹记 那许真君是谁呢 许真君就是许顺 这个许真君御夹记呢 就把这个二十八要 把它加以神格化 把它加以神格化 他就提出了 就哪一天可以 他就提出哪一天呢 适合探病 哪一天呢 适合出行 哪一天呢 可能会得病 哪一天呢 这个可以会才艺 哪一天呢 可以呢 来作为这个祭祀 那哪一天是所谓 鬼哭日 黄沙日 等等 所以呢 这个御夹记里面呢 就有 就写了这么一段 但御夹记 究竟是谁写呢 御夹记里面 有人说 这个御夹记呢 是诸葛孔明写 有人说 御夹记是鬼谷之写的 有人说 御夹记是 张天师所写的 有人说 是李存风所写 有人说 周公所写的 有人说 袁天刚所写的 但是呢 编住者 确实许训 许训 就许真人 所以他叫许真人 御夹记 但是呢 根据御夹记 所写的这个章节当中 他有提出了 这个 袁天刚 李存风这两个人 我们知道 袁天刚跟李存风 都是唐代的人 一定不可能出现在 西晋时代 所以呢 既然许真金能够编出 袁天刚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李存风所写的 那显然这本书 一定不是 许训所写的 因为前人不可能引述 后人的作者 所以一般人相信 这个御夹记 可能不是许训所写的 但谁写 谁写里面知道 因为人认为 这个许训 曾经编了 御夹记 当中一部分的文字 只不过是 这个御夹记 被后面的道士 这个后面的 这个道教的一个 这些人 不断的编辑 不断的编辑 但是他还是写 许尊经 御夹记 所以使得 御夹记 究竟出于 哪一个时代 这个没有人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御夹记 根据中逼的一个看法 应该最早 不会早于宋朝 最晚的 不会晚于明朝 所以御夹记的 这个所谓的 这里面的 各种吉凶的记讲 我们现在说 所讲的这个 哪一天吉日 哪一天凶 完全是从 御夹记来出现 但是因为道教 是个多神教 道教里面 神明非常多 那道教 人派也非常多 所以御夹记 所写的吉凶日 并不是一般 普遍性的一个说法 在道教当中 这个28要的 这个吉凶日 还有很多 其他种种的说法 所以在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28星宿的 这个 命相术 这是其实从 天干地磁而来 他其实有 非常多种说法 那一般相信 这个御夹记 可能出现宋代以后 甚至元才 元朝以后作品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御夹记当中 列给的28星宿的秀名 还有列给的 这个五行 还有列给的动物 还有列给的吉凶 还有列给的星君的名字 在这个御夹记当中 他写的一首叫做 28星宿 直日吉凶歌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吉凶 就是根据 28星宿 直日吉凶歌 而来 但是这个直日吉凶歌 究竟是怎么回事 也没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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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也是目前保存 28星宿 他的直日吉凶最早记载 那我们知道 道教是一个 非常神奇的一个教派 他的神明之多 这个举世文明 以至于在解释 28星宿当中 就有非常多解释 那我们在下一个单里头 会跟大家分享 28星宿转世 你从转世的记录里头 你就可以看到了 他的神明非常多 风神把如所写的神 这是他的第一试 而第二试 就是所谓的东汉光武帝的 云台28将 那第三试呢 就包括水武传 的这个天干 这个水武传当中的28星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不断的转世 不断的变化 不断的传说 以至于28星宿的这个吉凶 高深莫测 有时候从这一个人的观点来看 他是吉凶 从那个观点的视义来看 又好像是凶性 所以至于28星宿的吉凶 就变得非常的 不是太智 不是太智 所以如果我们朋友们 去找一个大师 根据28星宿来推算吉凶 你会发现 不同的大师推算出来的结果 可能南远北策 南远北策 那我们过去 我们现在讲的星期 跟过去的 这个七要 用七要日 可能是唐朝以后的事情 所以中国曾经在用星期之前 是用七要日来祭祀 就是所谓包括日 药日 土药日 金药日 水药日 月药日等等 也就是说 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表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他刚开始的时候 并不是从星期六和星期天开始 而从星期四开始 星期四看 那我们怎么从这个 木药日 金药日 土药日 金药日 月药日 火药日 水药日 变成星期 星期三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六 星期六 星期四 日本为什么还是叫做 木药日 金药日 土药日 日药日 月药日 火药日 水药日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日本的浅唐史 但是我认为这个可能性 唯夫其为 唯夫其为 因为在唐朝时候 这种星药日 可能还没有 还没有完全出现 明朝呢 这个因为小说的 大量流行 明朝跟这个 日本人之间 又来往密切 他们常常 不是战争 就是和平 不是战争就和平 所以传到日本的七药日 可能是在元朝时代 传到日本去 中国的这个七药日的说法 一直从这个唐宋以后 一直到清朝的末年 大概都是用这个七药日的记载方法 但是到了光绪三十一年 到了光绪三十一年 到了光绪三十一年 当时有一个光绪二十九年的近视 这个状元 这个名叫袁家谷 袁家谷当时 他被派任在这个编利图书局 因为他曾经在编利图书局工作 他当时就把传至西洋的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还有星期天 就把这个七药日 跟这个做个对照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星期的用法 一直是在一九零九年 光绪三十一年的时候 我们才把这个木药日 火药日 土药日 把它改成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变成星期制 星期制 而这个对照的方法 也就是当时袁家谷 他曾经在这个 就是列室县的中央便利馆 中央图书馆的这种管理任务 所以他把它改成这样子 所以到了民国成立以后 民国成立之后 因为孙中山改采阳历 也就引用了星期 所以他当时在民国二年的时候 就正式通令 就不再使用的这个木药日 日药日 夜药日 七药日 这种记载方法 改用星期一 星期三 这样用法 但日本人一直还是用这个 这样的七药这个用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有人认为七药从唐朝开始 可能是受到巴比文文化影响 我认为这是有可能 因为唐朝是一个 中西文化教育的时代 所以当时有很多印度的写者来到唐朝任官 担任过官员 所以有可能从印度当中 把两个留意巴比文文化所传的七药文化 传到了唐朝 传到唐朝之后 唐朝在唐太宗时代 因为当时文化非常昌盛 所以当时的这个天文学家 有可能是采用了这个巴比文文化 所做成的 但是所以也有人认为 这个七药日是来自于周国 但是这个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但是我相信这两者之间一定会有所影响 一定会有影响 所以我目前知道 在山西省的晋城市 晋城市的折桌县 有一个庙 这个庙名字叫玉房庙 玉房庙顾名是就拜玉房大帝 这个庙大概是在宋朝时代的庙 但是这个庙里面有一个28星宿的 有一个28宿殿 在这个庙里面住了300多个神像 在这个神像当中有一个叫28秀殿 在28秀殿里面 他就住了28星宿的这个神像 有人去仔细研究之后 发现这28个星宿的神像 他目前有23尊 有5尊破坏掉了 有人去仔细去看 发现这个索笔可能是出自元代的雕刻大师 这个名叫刘卵的一个作品 这也是目前的这个华夏大帝当中 发现的最早的神像 28星宿的神像记录 但是因为他是出自在元朝的大雕塑家 刘卵的作品 元朝因为是一个蒙古人所建的国家 所以他们就仔细观察这28星宿神像的样子 他发现这28星宿的样子 有一点像是西洋人 就是他的鼻子比较高 高体一点 比较像西洋人鼻子 洋人的鼻子比较高 然后他的腰部比较细长 然后他的脸部 他的轮过非常的深刻 所以有人认为 这个元朝的这个大雕塑家 刘卵的28星宿 也有可能受到西洋文化的影响 而且他在28星宿当中 他塑像塑得非常生动 栩栩如生 而且感觉上是从天而降 因为这些庙女 人家对啥这些庙女 发现这些庙女 他最早说是在北宋西灵九年 也就是在公元1076年 一直到元朝 这个当中大概有300多年的时间 所以有人认为 28星宿 应该他的神格化 应该到宋朝的时候已经成形 我自己本身也是相信 这样的推论 这个听众好像跟中逼所得到一些知识 得到这个大概也非常近视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 28星宿 他的吉凶 还有星期的吉凶 从7号日准备如何变成一周有七天 这个要归功于光绪第一时代 光绪31年的一个近视 名叫炎家谷 他把他改变 一直到民国二年的时候 民国政府成立之后 他正式通令 我们中国就不再使用七号日的重座 但是当时台湾还在日据时期 所以台湾还是有所谓的天 还是有七号日的重座 简直到我目前认为七号日是日本人的计法 其实不完全正确 因为这是从日本人从中国传过去 然后中国从唐宋以后 一直到清朝末年 甚至到民国初年 还是用七号日的说法 一直到民国二年的时候 我们才改成星期字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 二十八秀七号日先起的吉凶 就是这个表 就是大开语做一个小节 所以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个地方 告个段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后会有期